他堪称一带大卢 却为何深受世人的悲意和诟病 历史上真实的朱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 现在节目走进朱熹 第一集 不寻常的少年 公元1130年 在福建游戏县诞生了一位 在中国历史上九富盛民的思想家 教育家 他就是朱熹 朱熹一生志学严谨 学术成就斐然 堪称一带大卢 博学的他甚至当过皇帝的老师 与此同时 朱熹在仕统上也有不俗的表现 他多次被朝廷举荐为官 没到一处 他都欣喜百姓 因为挑战邪恶势力 他屡屡遭受打击破派 经历了重重的残坑与磨难 在远离仕途之后 朱熹继续苦心研究学问 四处游学 著书立书 他曾创立了朱子力学 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座丰碑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 不同凡响的一带大卢 却在死后 遭受了太多非议和诟病 有人指责他的 同天理灭人欲的思想 是对人性的极大扭曲 还有人说他 生活作风浮花堕落 不孝敌父母 引诱尼姑为妾 不顾理义廉耻 完全是一个 道貌岸然的为君子 那么为什么后人 会对朱熹又如此评价 历史上真实的朱熹 又是怎样的一个人呢 厦门大学傅小凡教授 做客百家讲坛 为您精彩讲述 走进朱熹第一集 不寻常的少年 南宋庆元六年的三月初九 也就是公元一二零零年的四月二十三日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 文学家 教育家 朱熹 去世了 享年七十一岁 可是当时南宋朝廷啊 把朱熹打成 伟党头目 他的著作全部被销毁 他的学生 没有功名的 不能参加科举考试 有功名的呢 不受于官职 有官职的呢 基本上都被罢免 这是一场 遍及全国的 对知识分子的一场 政治迫害 很多人因为担心 遭到迫害 所以听说朱熹去世 不敢来给朱熹送葬 朱熹刚刚去世的时候 身后的确很凄凉 但是全国范围的 朱熹的学生 仰慕者和同道 听说朱熹去世之后 纷纷相约 调到福建建阳 给朱熹送葬 清元六年的 十一月二十日 全国各队的 朱熹的学生 同道和仰慕者 冲破朝廷的禁律 来到了福建省建阳 唐氏里 大铃骨 给朱熹 举行了盛大的葬礼 全国各地各阶层人士 大约将近一千多人 这可谓盛况空前 南宋 著名爱国词人 新七纪不远千里 赶到大铃骨 给朱熹送葬 新七纪在他的记文中 哭诉道 所不朽者 垂万事名 十位公子 林林忧生 意思是 朱熹是不朽的 他将旺谷留名 谁说先生死了 他活在我们心中 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 陆游听说朱熹去世了 非常悲痛 但是当时他已经年过八十了 实在没有办法 亲自赶来参加朱熹的葬礼 只好在自己家里 摆上案子进行祭拜 陆游在他的记文中说道 某友捐百身其酒缘之心 有清常合住东海之类 羞耻貌神网行流 功莫不亡 上其来详 意思是 我有贡献一百次我的生命 以图恢复中原之志愿 我有像黄河一样 清除的大海中的泪 可是我啊 年纪大了 身不由己 我的心却跟先生去了 先生在天之灵 一定会感受到我对你的爱思的 无论是朱熹活着的时候 还是朱熹去世 时至今日 时至今日都有很多人 在朱熹身上抹黑 甚至往朱熹身上泼脏水 可是 有尽千人的葬礼 有这两位知己的济文 催人泪下的济文 朱子可以寒笑九泉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因为这两位 一个是著名的词人 一个是著名的诗人 他们两个人 对朱熹的济文 是对朱子 无论是他的人格和思想 都是公正的评价 因为朱子 是我们中国古代历史中啊 一个著名的伟大的思想家 是继孔子之后的第二位 对中国 以及对世界思想史 都有着重大贡献的思想家 朱熹去世了之后 随着人们对朱熹思想的了解 渐渐开始对朱熹越来越崇敬了 尤其是封建王朝的统治者 也渐渐了解到朱熹的思想 有意于社会秩序的稳定 有意于对人们的思想的控制 所以也逐渐开始对朱熹进行神话 但是这样的朱熹 却离我们越来越远 离真实的朱熹也越来越远了 我们今天要发现 朱子的现代价值 应该重新走进朱熹 要走进朱熹最便捷的方式 就是了解他的思想来源 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都不会是无缘之水 无本之木 正如朱熹的《观书游感》中所涌到的 思想家的源头活水 就是思想家的精神世界 它来自于社会现实 得益于日常生活 受益于周边的环境 成熟于痛苦和磨难 那么朱熹的思想 究竟有哪些源头活水呢 就让我们从他的出生说起吧 那个伟大的思想家朱熹 却出生在一个苦难 动荡的年代 这就注定朱熹一生是坎坷和磨难的 无论是个人的痛苦 还是民族的苦难 都汇集了 铸造了整个朱熹的精神世界和情感世界 那么朱熹究竟经历了什么样的苦难时代呢 朱熹出生前三年 也就是公元1127年 由女真族建立的金国大取南下 攻陷了宋朝的首都变量 宋徽宗宋新宗两位皇帝被赴 为宋灭亡 这就是大宋历史上著名的靖康之变 那么这场活泼家亡的历史巨变 对小朱熹又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 既然三年一支金兵突入福建 在福建的少武一带烧杀截掠 无恶不作 这个时候朱熹的父亲叫朱松 已经在家赴贤五年了 刚刚在福建建州啊 全职也就是没有正式职位 临时负责这么一个官职 听说金兵进了福建 联邦带着一家老小器官 跑到这个郑和县去避难 直到戒严四年夏天 在宋朝军民的奋力抗击之下 金兵退出了福建和江西 朱熹准备把一家老小领回建州 还没等闯过气呢 建州的王姓又发动了兵变 真是摁倒葫芦翘起瓢啊 一处风烟未熄 另一处战火又起 这朱熹就觉得建州说什么回不去了 只好决定买了一艘小船 顺水路直奔游西而来 游西就是现在福建省三明市的游西县 那么朱熹为什么南下奔游西而来呢 一来游西地处闽中 离闽北的战乱区域相对比较远 比较安全 第二呢 这朱熹啊 曾经在游西县担任过县位 但是相当于现在的警察局局长 人头比较熟 所以呢 他就带着一家老小来到了游西县 避难 住进了游西县城南的正式馆社 这正式馆社的主人呢 叫郑安道官拜金子光禄大夫官居二品 这个正式馆社啊 就是郑安道建在游西县的别墅 也称南西别墅 那么郑安道的儿子郑德宇呢 曾经在游西县担任过支县 当他担任支县的时候呢 朱松呢 也在游西县担任县位 两个人一起相投 所以这个结成了至交 因此呢 当朱松带离家老小避难来到游西县的时候呢 就投奔了这个郑德宇 预居在正式馆社之中 因为朱松啊 听说精兵入寇 善离职守 所以必须到福州去领罪 当朱松离开游西县去福州领罪的时候 一个名叫龚义的这个南宋将领 在浙江中部地区发动兵变 带着叛军就进入了福建 一路攻城掠地 兵临了南建城下 这个南建呢 就是现在的南平市 离游西很近了 朱松听说消息 也顾不上到福州去领罪了 连忙回到游西 可是当他回到游西发现 他这一家老小啊 在他两个弟弟朱称和朱高的带领之下 还有他那身怀六甲的夫人 以及他的两个儿子 逃到游西附近的深山里去避难了 后来这个公益啊 被当地的政府军击退了 这个朱松这才带的一家老小 再次回到了游西县的正式管设 那么这个正式管设呀 坐落在游西县城南的清印西的南岸 这清印西自西向东汇入游西 游西县因此得名 游西又叫沈西 所以游西县又叫沈城 这个沈城沿着清印西的北岸和游西的西岸 从东西走向错落分布 周边是群山环绕 那么站在正式管设门前向北眺望 这个郁冲冲的青山峻岭中 有一座山峰挺拔俊俏 外形很像一个蚊子 那么正式管设背靠这座山呢 外形酷似一个公子 当地人就称着对峙的两座山为蚊公二山 一天傍晚 门公二山同时突然起火 火音不明 当山火被扑灭之后 一个景象令人惊诧 什么景象呢 门山过火的痕迹啊 就像一个蚊子 宫山过火的痕迹呢 又像一个公子 居住在正式管设中的朱松夫妇 就对这个景象感到非常的惊诧 这个朱松就感慨说 嗯 这是上天降的吉祥之兆 应该有什么应验的 这可是喜事啊 这叫喜事之火 好 门公二山着火的第二天 朱松的夫人给他生下了第三个儿子 想到前一天的喜事之火 朱松就给儿子起了个名字 叫西 由于出生在沈城 就给儿子起了个乳名 叫沈郎 就这样 在戒严四年的九月十五 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朱熹 就诞生在颠沛流离的战乱之中 由于这颠沛流离啊 这母亲的营养不好 朱熹一生下来 又黑又瘦 更令这朱熹母亲闹心的是 这孩子一出生 这右眼角上有七颗黑痣 你说一个小婴儿脸上长七颗黑痣 这可以多难看 可是朱松就开导 这个夫人说 你看这七颗黑痣啊 多像那北斗七星啊 这孩子啊 保不准将来会成为太斗级人物呢 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丈夫安慰 刚刚分娩的妻子 说说而已 未必当真 你想政治战乱时的 一家老小吃都成问题 这会儿又多一张嘴 怎么可能想那么远呢 再说朱熹已经有两个哥哥了 所以朱松对这老三呢 就没抱太大希望 可是后来啊 朱熹家里发生了重大的变故 这朱松啊 对儿子沈郎态度就也发生了转变 出什么事了呢 朱松的母亲 也就是朱熹的奶奶去世了 这一年朱熹四岁 四岁的孩子应该记事了 这是朱熹第一次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那么朱松因为母亲去世 辞光回家给母亲丁忧 在朱松丁忧期间 朱熹的两个哥哥在饥寒中夭着了 这是朱熹第二次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 不过这朱松就只剩下沈郎一个儿子了 那么就有更多的父爱投入到这个沈郎身上 这朱松在家丁忧平常没事 除了为生活所迫 开版私书 教教书之外 有大把的时间就开始教沈郎读书了 也就是说沈郎在四岁开始 父亲朱松就开始给他进行启蒙教育 儿子接脸夭折 朱松痛苦不已 此时小朱熹成了他心中唯一的慰藉 同时他也把所有的爱与期望 都倾注在了小朱熹的身上 令朱松惊奇的是 这个小儿子从小就表现得格外与众不同 那么在这父子二人身上 究竟发生了哪些离奇的事情 小朱熹真的像世人传说的那样 是一个不用学习就能够生而知之的神奇天才吗 有一天 朱松教儿子沈郎认识周边事物 然后直指上仓说 这叫天 沈郎回答完天之后 问父亲 天的上面是什么 这句话把朱松给拦住了 朱松想 这孩子这么大岁数 就问这么个男的问题 这说明朱熹从小好奇心很强 天赋也极高 对朱熹表现出更高的天赋 还有一个故事 说有一天 朱熹和一群孩子 在正式管舍门前的青印西沙舟上玩 大家都在玩 这狼独自一个人坐在沙滩上 用手指在沙滩上画 大家不知道他画什么 回过来一看 原来画的是八卦 大家都称 这沈郎是神童 到今天游戏线人 还把那朱熹画卦的地方叫画卦周 其实我觉得任何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文坛俱将都不可能生而知之 朱熹也不例外 他之所以能画出八卦符号 那是他父亲朱熹教的 这朱熹最大的特点就是 特别聪明 教一遍就记住了 所以后来朱熹在周易方面的理论建树 实际上是深受其父亲的影响 在朱熹七岁的时候 由于朱熹到京城任职 就把这母子两个人安顿在福建的扑城 一座玉所里 请来司书先生给他教儒家经典 有一天老师领着这朱熹读完《孝经》之后 朱熹就在《孝经》上提了六个字 说不若是非人意 有人就说这朱熹这么小 这传统儒家的这一孝道就根据一心了 我说这未免太夸张了 我理解啊 这实际上是沈郎啊 乍离开父亲舍不得 是对父亲的思念的一种表现 由此可见 朱熹自小就是一个集中感情的人 朱熹到了八岁 开始接触孟子 据说他特别喜欢这本书 一下就迷上了 对那个科举考试那些映述的文章 也感不感兴趣 有人又说了 朱熹天生就是走圣贤之路的人 我说这又夸张了 实际上朱熹是受他父亲的影响 这朱松啊 当年就是以他的诗歌和散文 在这个士大夫文人间是享有圣名 他也对这些八股文没兴趣 所以朱松的情趣 极大的影响着朱熹 使得朱熹一生淡泊公民 求圣求贤 其实作为父亲的朱松 对儿子朱熹最大的影响 是那一腔爱国热情 在朱熹去世的前一年 他怀着一种很痛苦的心情 回忆他父亲的一段往事 朱熹回忆道 说在我十岁那一年 父亲曾经对我感慨说 太祖建立大宋王朝已经180年了 说完之后就不断的叹气 现在想来又一个甲子过去了 我今天沦落于此 病成这样 根本不可能尽一个臣子的责任 所以过了六十年之后 朱熹依然满怀着痛苦的心情 回忆父亲那段感慨和精神 这说明朱松对朱熹的影响极其深远 说明当时朱松那种痛苦的心情 是何其强烈的震撼了幼小的朱熹的心灵 朱松在儿子朱熹 十三周岁的时候去世了 朱松临去世之前 将他的妻子和儿子委托给福建崇安县 继今天武夷山市武夫里的刘子宇 同时又给崇安县另外三个朋友写信 委托他们三个共同帮助教育他儿子 朱松临去世之前对朱熹说 崇安县的刘勉芝 胡宪和刘子辉这三个人 是我极其敬重的朋友 他们的学问非常好 我去世之后呢 你就要像尊敬父亲一样尊敬他们 听他们的教导 如此我死就可以瞑目了 我实在想象不出来 十三岁的朱熹 当他听父亲这番遗嘱的时候 内心是做何感想 父亲去世之后 给刘子宇啊 就把朱熹母子接到了崇安县武夫里 刘勉芝料理了朱松的丧事 后来又把朱松葬到了武夫里的西塔山 所以朱熹从此就和母亲与妹妹一起 开始了在武夫里的生活 说起这刘子宇啊 这也不是个寻常人物 他的父亲叫刘葛 北宋著名的抗金将领 这岳飞就是刘葛发现和提拔的 北宋灭亡 刘葛出使金国 他拒绝金国的右翔 自杀殉国 刘子宇怀着满腔的悲愤 将自己父亲的灵鹫从金国一直护送回老家武夫里 刘子宇继承父亲的遗志 也继承了父亲的秉姓 他富有谋略 善于用兵 曾经深得朝廷重用 屡见其功 但是后来 由于和秦桧的组合政策不合 被罢了官 傅贤回家 壮志难愁 朱松也是一个积极的主战派 所以跟刘子宇一起相投结为至交 所以当他知道自己不久于人世 就把妻子和儿子委托给刘子宇照料 他知道刘子宇是可托身家性命的朋友 这个刘子宇果真重情重义 把朱希母子接到了武夫里 将与刘氏庄园隔阂相望的一座五开间的旧楼 修其一心 让朱希母子一家居住 还给他们田地圆府和池塘 以保证他们的生活 朱希和母亲来到了武夫里 住在了这个五开间的小楼 环境很优美 住宿条件也不错 生活也有了保障 可是朱希一直不开心 因为父亲刚死不久 他在怀念父亲 他把这座小楼就称作紫阳楼 因为他的父亲身上有一个印章 印章上刻着四个字叫紫阳书堂 他就把这一楼里的一楼那大厅就叫紫阳书堂 父亲的号叫伟斋 他就把楼的右厢房称为伟斋 整个楼叫紫阳楼 朱希一生都以紫阳为号 可见父亲朱松在朱希心目中的地位是何其重要 朱希一来到了武夫里 又开始接受这三位先生的教诲 就是刘子辉 刘勉芝和胡宪 这三位都是当时名众艺术的大学者 人品高贵 学养丰厚 尤其是刘子宇的弟弟刘子辉 他的辱师到三家都非常精通 所以他就是朱希在辱世到三家的启蒙导师 又是很遗憾的事 没等朱希一学成报答恩书 这刘子辉为父亲自杀殉国 悲伤过度 吐了血 落下病根 一直难以痊愈 在朱希十六岁那年 刘子辉因病去世 在众多恩师的悉心培养之下 小朱希在学业上突飞猛进 然而还有一个人对朱希的精神世界影响更大 他们之间发生的许多故事 至今仍然被世人津津乐道 这个人就是朱希的母亲 那么朱希的母亲又是怎样的一个人 她对少年朱希又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朱希的母亲姓朱 叫朱五娘 朱吉是辉州的社县人 朱家在辉州社县也是名门望族 可是后来家到中落 但毕竟朱五娘是大家闺秀 知书达理是温柔贤惠 18岁的时候嫁给了贫穷的太学生朱松 朱家家到中落是朱家是群困潦倒 所以从此这朱五娘就跟着丈夫过着苦日子 后来丈夫朱松一年早逝 撇下的孤儿寡母 也正是因为家庭生活的艰难 使得这母亲更注重对儿子的教育 比如有一天 朱希高声朗读儒家经典 那天是盛夏天气很热 母亲熬了一碗的莲子汤给儿子端过来 就对儿子说 儿啊 歇会儿吧 喝碗莲子汤 结结薯 儿子看着母亲辛劳的面孔 说 母亲 我现在不渴 您喝了吧 你看你多累啊 这儿子真懂事 母亲感到一阵欣慰 母亲端起莲子汤 用汤匙轻轻地搅动着莲子 就对朱希说 儿啊 知道吗 这莲子啊 心虽然是苦的 去了心就甜了 朱希端过这汤碗 一时还琢磨不出来什么意思 想了想 嗯 明白母亲的意思了 这莲子就是莲子 母亲爱儿子的意思 母亲的心虽然苦 但是辛苦过后就甜了 懂得了母亲这番寓意之后 朱希越发勤奋读书了 她要回报母亲 对自己的养育之恩 这个故事显然是民间传说 究竟是否发生过 也无从考证 也无需考证 因为民间传说的意义 不在于它是否真实的存在过 而在于它饱含着普通百姓 对事实和往事的价值观和评价 这段故事就包含了福建一带的民众 对朱希母亲的评价 从中我们也看到 朱希的母亲对朱希的精神世界的影响 朱希对母亲情感非常深厚 母亲去世之后 朱希在母亲的坟边搭了一个草屋 取名韩泉经社 在整个丁忧期间 朱希就住在这草屋里 一边给母亲守校 一边潜心研究学术 一般人是很难想象其中的倾苦和孤寂 也只有失去母爱的人 此时才能体贺朱希内心所体会的孤寂和凄凉 朱希果真没有辜负母亲的希望 18岁就考中了进士 在他等待进京参加全市 也就是官员选拔考试之前 朱希来到了辉州的物园县 那么朱希到物园来干嘛呢 因为这是朱希的祖籍地 他来祭祀祖先的 朱希来到了物园县 他的任务可不仅仅是祭祀祖先 他还有一个任务 什么事呢 就是赎回他父亲曾经典荡出起的白母家产 人们会问了这朱松 简直就是一个败家子 怎么会把自己家的白母田产典当了呢 这也怪不得朱松 这朱氏家族吧 曾经非常的富有 可是到朱希的爷爷朱森这一辈就败落了 在朱松出生的时候就已经很贫困了 用朱松自己的话说 家素贫 抚养水水之养 朝不蒙熄 意思是我们家一向很贫穷 无论是赡养老人 还是抚养弟妹 生活很困难 吃了上队没下队 郑和八年 这个朱松呢 被任命为福建的建州郑和县县位 可是这一年呢 正好他又和朱娘完婚 可是朱家也穷 朱家也穷 拿不出经费 供这个朱松 去到福建上任 再说朱松呢 又要把他的父亲母亲 两个弟弟 刚刚完婚的新婚妻子 还有一个小舅子 再加上他自己 一家七口人都要带到福建去 这可是相当一笔可观的路费啊 这么搬 无奈之下 就只好把白母祖田呢 典当给别人 获得一笔资金 这才离开物园 来到了福建 那个郑和县上任 并暂时在那里安了家 现在朱熹家里的经济 有了好转 所以朱熹就要到物园 把这白母家产赎回来 所以第二天不顾辛苦 在三叔朱高的陪同之下 就把这田啊 赎回来 然后把地契当即就交给了三叔 朱熹赎回了祖田 修起了祖坟 祭祀了祖先 看望了朱氏家族的长老 拜议了朱氏的家庙 又平掉父亲朱松 曾经居住的老屋 又游览了这个物园县城外 他父亲朱松曾经在其中读过书的紫阳山 后来又到物园的社县 看望了外公和母亲的一些亲戚 朱熹 物园一行应该是心满意足 情感和精神上得到了很大的满足 这是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人对祖先的祭祀 是我们中国人对根的追寻和血脉的一种回溯 后来朱熹为了延续在物园他的血脉 就把自己的长子朱熟送回了物园县 在那里接续他朱家的香火 直到今天 灰州物园依然有朱熹的遗传血脉 可是这个虽然这物园是朱熹的祖籍地 他这一生只回去过两次 也许是因为路途遥远 交通不便 也许是朱熹把自己的长子送到了物园 有人替他接续香火 祭祀祖先了 那么他的爷爷和父亲又葬在了福建 所以相比之下朱熹回到游溪县 这次数就多很多 表达出朱熹对游溪县有一种深厚的一种互相情怀 但朱熹后来到底回了多少次游溪县呢 说法不一样 我觉得这个也没必要去争论 无论他朱熹到游溪来了多少次 他的行程多长时间 他的目的是什么 有一点是不变的 就是朱熹对自己的这个出生地 那种故乡的情怀 游溪虽然是朱熹的出生地 但成年之后 朱熹常年生活在重安县武夫里 也没有在游溪做过关 那么在过去交通不便 路途遥远的艰苦条件下 朱熹为什么要三番五次来到游溪 他不远千里的往返于武夫里与游溪之间 究竟有什么目的呢 请继续收看 走进朱熹第一集 不寻常的少年 爸爸朱熹来到游溪所做的事情归了四大类 第一件事情给亲人送葬 前到三年即1167年 朱熹的旧母去世了 朱熹听说消息之后 立刻从武夫里就赶到了游溪县 朱熹的舅舅当年跟着姐夫朱松 从这物园来到了游溪 后来就在游溪成家立业了 朱熹很在意家族亲情 所以听说舅母去世 立马就赶到了游溪 奔舅母的丧 前到七年 朱熹的舅舅去世了 这一年朱熹母亲刚刚去世第二年 朱熹正在丁优期间 按照中国礼仪规矩在给父母守丧 期间可以不奔任何人的丧 可是朱熹听说舅舅去世的消息 依然南下来到了游溪奔舅舅的丧 说明朱熹对这个舅舅感情是很深厚的 朱熹到游溪干的第二件事情 就是帮着游溪办学 朱熹为了帮着游溪办学 前后三次来到游溪县学 第一次来游溪县学是绍兴三十二年纪 公元一一六二年 这一年呢 当时游溪县的县令叫林怡 这位是个主战派 得罪了秦桧 贬到游溪 可是呢 和朱熹两个人呢 就一起相同 两人关系非常好 他当了县令呢 就给这县学建了一个官大哥 就是教学龙 教学龙落成 他就圣经邀请朱熹前来祝贺 朱熹欣然前往 参观这个官大哥 然后写诗表示祝贺 朱熹第二次来游溪县学呢 是前到七年 这个时候先灵换了 叫石子仲 石子仲这个人呢 很仰慕朱熹的学问 专门向朱熹请教学问 这两个人也成了默逆之交 后来这石子仲啊 任命朱熹的一个得意门生 叫林永忠 担任游溪县学的这个领导 管理整个县的教育 这林永忠啊 朱熹非常欣赏 称林永忠是我的未有 就是我很敬畏的朋友 这老师这么称呼学生 还很少见 当这个石子仲听说 朱熹来到游溪奔自己救救桑 等到三十报完之后 就请朱熹来到游溪县学 给学生们上课 朱熹第三次来游溪县学 是前到九年 这石子仲啊 筹集资金把整个县学修起一心 又盛请这朱熹来游溪来祝贺 从武夫里到游溪啊 至少五百华里的路啊 路程相当遥远 朱熹依然欣然前往 看了修起一心的学功啊 就写了一篇文章叫 《重修游溪庙学祭》 这游溪县学在这个石子仲和林永忠的主持之下 名声确信 周边的学子背着干粮来上学 朱熹就想把自己的小儿子朱寨送来上学 可是路程太遥远 朱熹感慨道 幼儿未有读书处 胜以为恼 地远不能浅去游溪 胜可恨 意思是我的小儿子呀 没点上学 我心里正闹不清了 我多想把他送到游溪来上学 可是这路程太遥了 送不来呀 真是遗憾 朱熹到游溪做的第三件事情 怀念父亲 朱熹对父亲的情感真的非常的深厚 每次到游溪来 总会去平调一下父亲曾经工作和生活的地方 虽然独私人令人伤感 他依然这样做 有一次他来到了他父亲曾经工作游溪县位的办公地 他父亲叫伟斋 他提了四个大字叫伟斋救治 朱熹到游溪做的第四件事情 回忆童年 每次朱熹到了游溪 都会到他的出生地正式管社去找找 有一次大致是绍兴三十二年 朱熹又来到了正式管社 老屋依旧却 物是人非 朱熹进到管社 看在墙壁上挂了一首蝶莲花的词 是他父亲的亲笔 也是他父亲的作品 看到父亲熟悉的自己 他感到非常的亲切 尤其是父亲词中的那一第一句话 清晓方唐拍一镜 落序飞花很像春风定 他被父亲那种词中表达的 清新淡雅的意境所感染 尤其是第一句 清晓方唐开一镜 当他仿佛看到了儿时 在正式管社生活的时候 那院子里那方池塘 当他再度走进这个院子的时候 再度看见这方池塘 以及池塘边上 那个观书地 儿时他曾经在这里读书的情景 仿佛在线的眼前 突然灵光一闪 朱熹涌出那手 快知人口的观输有感 半五方唐一见开 天光云影迷徘徊 光局哪则清无许 唯有源头活水道 需要思想 需要资源 心灵需要家园 正是这个对家乡 对故土 对亲情的这种情怀 培育出朱熹这样伟大的思想家 朱熹这种对故乡的情怀 后来凝聚成他 自家的格言和理念 纯熹三年公元一一七六年 朱熹再度来到了这个正式馆设 受主人邀请 朱熹提写了四句话 读书起家之本 评检至家之本 和顺持家之本 寻礼保家之本 这四句话被称为四本说 这是他自家的理念 这后来影响极其深远的 朱子家训的雏形 由此可见 游戏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 亲情和乡情 都对朱熹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那么朱熹除了各种各样的情怀之外 他究竟还做了些什么事情 受了哪些磨难呢 我们下期再见